那剛剛我們在前一段示範的時候 我們做出一個水果忍者 有一個水果往下掉 它會越掉越快越掉越快 它是有一個重力加速往下掉 可是有個問題出現 我們的水果在弄的時候 如果我把LeaveMotion放在手上 我食指出現 它會連 有兩個問題出現 第一個問題是甚麼 第二次我現在從上面跑的時候 它會有一條線 從剛剛 現在停在右上角 等一下從右下角出現的時候 它多出一條線 因為那個它總有個舊的軌跡 舊的跟新的混在一起 這個可能要克服 當手已經不存在 後面那個值是不是可以把它輕為0 有沒有人可以把那些值弄到沒有意義 不要讓它繼續連 連太長 現在明明就第一次剛出現而已 你怎麼會從那麼久遠的地方 連那麼多舊的資料值呢 所以 這是幾個要注意的小地方 第二問題是 程式碼不容易理解 哪裡怪怪的 我剛才問的結果 Pivot是向量 有10個限量 這個已經看得不是很懂 它跟C語言有點不同 它跟Java跟C Sharp很像 可是又有人看不懂這個 配上這行更看不懂 所以 我解釋一下這兩行所代表的意思 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我現在有那麼多的格子 我每個格子裡頭存的其實是 0、1、2 一個像 它向量可能是什麼 3、然後9、豆號、9、 然後豆號、-1的一個坐標 它總之有一個坐標 所以這每一格都是一個 PVAC的坐標 它有10格 我們畫好 這行就是準備10格 可是每一格有沒有準備好呢 沒有 每一格都要放個值 所以我們怎麼放值呢 在這頭寫個000 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在設定的時候 我們這頭就會開始寫三個小0 我給它寫下去一下 就這頭我們寫了0 空格0 空格0 我們準備一個000的三個數字給它 那麼我的Forward圈做的事情就是讓這三個000的數字呢 可以選擇比如說 複製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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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這邊做的事情 前面就要畫10格 後面是每一格的格子 Position 每一格的格子都要塞進000的數字 有建構好是個向量 那這樣每一格 本來每一格放什麼都不知道 現在已經知道條放的是向量了 我們就可以有向來做處理 所以這是第一個Forward圈 比較不容易理解的 這Forward圈會配上樓下這個Forward圈 在這地方 這Forward圈for int i 等於0i 小於10i加i加 這邊寫int i 等於9i大於0i減減 這兩個是剛好相反的Forward圈寫法 一個從小到大 一個從大到小 因為我們要複製就是一個一個一直搬 也就是圖裡頭 我們想要從大搬好 不可以從這個搬 如果從左邊搬 搬過來的時候 再把它搬過去 那悲劇每一個都一模一樣 因為新的搬過來 剛搬過來 熱騰騰馬上搬下去 那全世界都被你洗光光了 所以如果你要複製記錄的話 通常從最後一筆往前做的記錄 這樣子這個已經複製過 有兩份了 那這個蓋過去把這一份 蓋掉 然後它蓋過去把這一份蓋掉 結果就可以做出 比較正確的複製記憶體的動作 所以這個回圈跟這回圈不容易理解 這是C語言風格的回圈 這個是C-Sharp, Java, Processing, Unity, Script, C-Sharp, Script等等風格的一個回圈的寫法 好看完之後 我們要進行今天的主軸重點 我們介紹完正列怎麼做 我們接下來要加很多顆西瓜 西瓜怎麼加 我們可以加西瓜 所以for回圈 這裡每個東西通通都會變回圈 怎麼做呢 就寫float froot 然後s 我們前面加個方括號 代表是個正列 會等於new float 然後new float 準備幾個呢 我們準備了水果 準備了20顆水果 繼續寫float 方括號froot的y坐標 等於new float 括號20個水果y坐標 float的方括號 然後水果 luit的vy y的速度會等於new float20 這個層次碼風格跟剛剛這個很像 我們剛才已經解釋過了 它只畫格子 它畫了20個格子裡頭 s坐標 y坐標 跟速度 可是 這個值呢 還沒有用這一行 準備記憶體 所以我們再準備一個類似風格的記憶體 準備幾個呢 int i等於0 i小於20 因為上面樓上是沒有20個變數 20顆西瓜 i++ 我們一個大瓜瓜起來 為誰準備呢 我們需要為的水果的x坐標 還有一個叫水果y坐標 等於new的float 不過還好我發現一個小秘密 其實可以不用設 就只要設初始值就好 比如說 一開始的坐標的初始值 我設一個random 這叫設定初始值 準備好一個物件初始值 叫vect 像我們準備的水果呢 我們準備比較複雜的水果 我們決定的乱數坐標 我們介於0到寬度是800嘛 所以0到800 總共有放800個水果 0到800準備水果 fruits 水果的y坐標呢 我也準備 我從天花板往下調 準備 就是random 跟昨天金幣很像 寫個 100 100的水果之後 前面加個-1 -1 -random 然後fruit的v的y速度呢 也會等於一個奇怪的數值 比如說 我就一開始有出速度 比如說 向著上面 就是-10往上飛 好 那我們 或是- 那我現在 我先把水果先 用這個風格先 讓大家看看 水果會發生什麼事情 也就是這邊 畫for圍圈 我要畫水果的時候 我以前畫吧 只有一顆水果 現在 我希望用20顆水果來畫 for int i 等於0 i 小於20 i 加加20顆水果 大家要刮起來 再先往右移 20顆水果做事情 每一顆水果 都有自己的y坐標 每一顆水果 都有自己的s坐標 每個水果 都照著坐標 去做更新 好 我把水果更新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畫 天降水果的這件事情 但這行處解掉 因為這是舊式的 我們現在要20顆不同水果飛下來 哇 好多水果 喔 好多水果這樣飛 真的嚇死人了 為什麼呢 每個水果 都會有自己的位置 速度 雖然看起來差不多 因為複時都射一樣 如果我現在比較卑鄙一點 我就射不同的速度 怎麼射呢 我就寫 rand 跟等過號10的不同的速度 那接下來看 非常精彩喔 每個水果都有自己的速度 水果變出來了 這是用那個物件的一個做法 又不是物件 用正列的方法去解決很多水果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這水果 除了y方向有速度 我們不要忘了 水果有s方向跟y方向速度 所以我們不得已 我們只好再宣告一個 float的v的s方向速度 會等於new的float 準備20個伏點數 那我也要為每個s方向速度 也準備一個值啊 好 我們看到天女散花的效果要出現了 vs的第1個 會等於 它有正方向有負方向 所以我就rand 決定有10個方向之後呢 減掉5 那它是 本來是0到10中間的亂數 現在變成 減掉5之後 變成-5到正5中間的亂數 我們看一下 天女散花的水果怎麼飛 y方向忘了再累加 我再把y方向加出來 讓大家看到 y的數值也會增下去 怎麼加y數值呢 在這一頭 每一個水果做更新 更新的時候呢 s速度加它 fuit的s坐標 會加等於水果的vs的速度 每個人有自己的s速度 每個人有自己的y速度 y還受重率加速度影響 天女散花出現了 每個人都算不同的方向 不過這個也太誇張了 我們應該要在這個 如果水果怎麼 我們要從外面飛進來 不應該在裡面繼續飛 不過這是下一件事情 我們等一下再做處理 現在我們做的這個版本 是怎麼讓大家了解 正列在做什麼事情 了解正列 重點複習 一 要宣告正列 這只宣告正列 裡頭值還沒準備好 這個也只是宣告正列 裡頭值沒準備好 為了準備10個向量的值 我用這個10個4圈準備10個向量值 為了這20個伏點數 我準備了20個伏點數 回圈準備20個伏點數 把東西塞進去 最後在畫圖的時候 我配上20個水果的系列 每個水果有自己s坐標 y坐標跟y的速度跟加速度 把每個水果都畫出來 就可以完成我們現在所在畫的結果 天女散花的結果 有很多水果到處軟肥 以上是我們這次的練習